继续来关心美元持续走强 不少投资人早就超前部署了吗 从两年前开始换美金 靠着美元定存 到现在已经转一轮了 不少银行也趁势呢 推出了美元的优惠定存 平均都有5%到7%的利率 银行利息有7% 就说自己两年前买到的美元 甜甜价退休族王小姐搭上美元走强列车 从两年前就超前部署 先换回一波 配合定存更是关键 那这两年就是因为美元涨得很凶 所以那最近就是这两年 就是投资美元定存 如果说以10万美元来算的话 定存一年的话 如果以5%的利息来算的话 一年的利息大概就有15 6万 光是利息一年就有台币16万 现在投资美金真的超热 目前银行定存利率普遍拉高到5% 中信银最高来到6% 华南银行也喊出5.5% 汇丰则寄出7% 永丰最狂推出邀请至12%的美元 优利定存 不过定存门槛得要3万美元以上 30万美元以内才行 那时候买美元28 9块 现在又涨到33块 所以这个中间的利差是非常大的 不止利息赚保保 加上美元持续走高 看看现在新台币对美元汇率 大概是32元到33元 两年前却只有28 29元 美元定存的话 享有汇率的一个优势 跟利差的一个优势 从以往的经验可以得知 投资10年美元的话 会看到7年的时间 美金是上涨了 强大美元回家列车 也要细细盘算潜在风险 因为货币走向瞬息万变 要透过汇率价差来赚一笔 或省一波可都要紧打细算 记者魏林燕张晨燕新北采访报道